2号的开到一半 这辆蓝绿色的轿车却突然往右边靠插点 撞上这名黑衣骑士 对方吓得紧急刹车 互按喇叭下车理论 两人爆发扭打 从路边打到人形斗上 驾驶惨败被打到跌坐在地 而这时警方斗场 制止双方也把两人带回调查 事发在新北市新庄中正路上 下午时段人潮不少 两人却在路边打架 原来当时无形驾驶往右要变换车道 下到旁边的罗姓骑士按喇叭提醒 驾驶不满扒回去 两人驾车理论却大打出手 造成无形驾驶头部手肘膝盖拇指受伤提高伤害 而乱按喇叭的坏习惯 已经是台湾的道路日常 不只容易引发纠纷 其实可以开阀 像这样不停的按 就算违规必须以单次为原则 最多只能按两下 按到第三下就能开阀 另外这种按法也不行 常按喇叭按下去 只要超过半秒钟 就能依道交条例罚300到600元 按的时机也有规定 如果不是经过视线不良的路段要超车 或者是遇上紧急状况也不能按 但统计新北市2022年度交通开罚数据 第一名为停罚了98万件 乱按喇叭却只仅仅开出了20张罚单 为什么乱按喇叭这么难开罚 就是因为即便有人录影检举 还是很难分辨是谁在按 就算检举影像有录到喇叭声 也没办法知道是哪台车在乱按 更不可能用没声音的监视器来抓 明明喇叭是为了安全提醒其他用路人 却被部分驾驶当成挑衅骂人在用 引起许多不必要的纠纷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